到省级民族保护村寨 李波瑶山 董蒙瑶族村 品尝一道奇特的美食 这里居住的白裤瑶 大多靠农家乐旅游致富 他们曾是一个长期身居高山密林 或者刀羹火众 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狩猎民族 瑶族男儿三剑宝 猎枪 九狐 化美鸟 猎枪不能用了 他们自有办法捕捉山蜀 我们在路上就遇到一个 抓山蜀归来的村民 那你一般什么时候 会来抓这个山蜀 晚上拿去放 一般一斤多少钱 一斤五六十块钱 摇山董蒙瑶族村的 罗金芳大哥到山里去放捕捉家 同时看看头一天放下的捕捉家 有没有收获 记者和两个游客跟着 要看看山蜀的美食是怎么来的 罗大哥带着自制的夹子 这简易的捕捉家竟然能抓住山蜀 把这个夹住了 就是这样放嘛 把这个支撑上去 现在一把它拉开 它进过去了 然后踩到了 它就自己弹下来 弹起来 然后就这两个就把它夹住了 两个大的就夹住了 明白了 明白了 知道了捕捉家的原理 我们和罗大哥一起 按着他的要求布置捕捉家 这样放 往里走 走到光的地方就这样放 这样放了 自己的公司必须掉下来的时候 你就把这里插到一条路 一条路过去 然后你就放在这里 它必须从自己经过 我们现在是现学现外 跟大哥学完了以后 然后我和两个游客就开始 我们自己找地方 以前放过这样的夹子 从来没有放过 但是今天发现一个问题 看到如此不起眼的一个小夹子 居然威力有这么大 这可真是我们瑶族 人民智慧的结晶 罗大哥头天下午 放置在桐果树下的捕捉家 次日就可以收获了 这夹子放在哪儿大哥 放在这里啊 有吗 好大的一只 好肥啊 这就是山鼠是吧 是啊 这就是山鼠 这个夹子的威力真的很大 你不要看 就这两个小竹片 但确实威力很大 它应该就是晚上来吃 这些果实的时候夹到的吧 对 晚上来吃果实 这里也没有抓到的 这个更大一点啊 更肥啊 对 为什么这个季节这么好抓呀 因为果实季节玉米没有玉米呢 只能吃果实 你遇到果实的时候 你就放它 一定吃那个果实 才叫做野味 如果吃玉米的话太肥了 你不好吃 那我们再去看看别的收获吧 冬季里 山鼠因为最爱吃野果 而容易被捕到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收获了 回去是自己吃的多呢 还是游客吃的多呀 游客吃的多 这个季节游客多 这很少有的 很喜欢点这个菜 这真的能吃吗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等会儿跟您回家看看 究竟它能做成什么样的美味 回家去